国平王姐有多猛 王曼玉一巴掌让王楚清亮枪坐下 让德国一姐直呼打不过 国际平联混合团体世界杯继续在成都进行 王楚清 孙颖莎 王曼玉和马龙组成的 中国队8比1战胜德国队 延续不败战绩 果然 你永远可以相信国平 而故事的亮点或者说笑点并不在这里 而是国平王姐王曼玉带来的 她把对方球员和教练打到崩溃 进而窃窃私语 国平VS德国第二场女单 王曼玉一三 零的比分11比2 11比5 11比4 战胜德国队一姐单小娜 为国平拿下三分 并且光速打卡下班 众所周知 单小娜是中国传统直拍快攻打法 特长是高抛发球和侧身抢攻 尴尬的是 王曼玉根本不怕善姐姐的侧身 抢攻和正手进攻 不管她打的角度有多大 王曼玉都用一种特别轻松的状态防回去 明场面发生在暂停时 善小娜对教练说 正手 反手 中路 朝哪打 她都能打回来 打哪都不行 她就跟一堵墙似的 教练也是安慰到 唉 没有办法 打过去全给挡回来了 咱们的教练组和队员 则是轻松中带着关切 整齐划一的给曼玉加油 观众席乃至于过道站着的 都在欢呼在鼓掌 今天晚上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个 大家庭的团结 王曼玉不止比赛光速下班 采访也光速下班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一个记者向王曼玉提问 场面一度很尴尬 工作人员一直说对不起 王曼玉则是享受下班的快乐 直言 没人问是很好的一件事 不得不说 混合团体世界杯上的王曼玉 气场简直三万丈 她迎球后跟王楚清机长的画面 简直笑不活了 剧情是这样的 一个视频包含了三个笑点 被无视的马林 撇着腿使劲跟远处的肖指机长 还有被王曼玉拍座下的大头王楚清 当时大头王楚清想着王曼玉跟他拍完掌 要从他这边进去跟教练组拍掌 王楚清其实是想退后马直到凳子 在后面跟汗住一样 当时王楚清一劣切已经够尴尬了 还有粉丝一直喊王楚清加油 那一刻咱就说王楚清的心理 活动范围到底是啥样的 果然王曼玉是一位能带动喜剧效果的 乒乓球运动员 王姐可真棒呀